请看一下主张好 在主治医师查房前 先一一探视每位病患的状况 这是专科护理师证戒剧 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 我选择专科护理师是因为 我喜欢与病人接触 当然压力很大 因为你要面临的是 直接面对病人的疾病 痛苦 生死 悉心的照护病人 受到许多的肯定 但国中时期的证戒剧 也曾是位叛逆的少年 在父亲的鼓励下 前往护校就读 就在此时 爷爷生病住院 却意外地启发了 他对医疗工作的动力 学任何的技术 学到比别人更好 而且如何让病人 更减少痛苦的方式 方法之下把这个技术做完 工作表现受到肯定 虽然年资尚浅 但获得主管的推荐 接受培训 接着通过国家考试 成为台北慈激医院 最年轻的专科护理师 护理师变成专事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需要高阶的提升 但是也因为 其实接着我跟他相处 他是有对自己设定不同的目标 所以他的视野 让他造就了他 我觉得他变成很短的时间 他也可以独当一面 这个职务要承担更多 医师与病患之间的桥梁 工作责任更大 压力也越重 这接着照顾的是肿瘤科的重症病人 当面临严重的突发状况时 男性护理师的优势 让他成为病患 家属以及同事们的依靠 我们从过去看的时候 病人是坐在马桶上 那他正在呕吐 血 血直接喷出来 就像消防酸那样直接喷出来 家属叫得这么 尖叫这么凄惨 这么凄凉 血一张一直涌出来 对家属都是一个很恐怖的阴影 对一些心境的护理师 也是一个很恐怖的状态 他这边淋巴这边 他非常的细心在临床工作上 然后在私底下又是一个暖男 他有时候会一个贴心小语 给学妹们加油打气 今天学妹有点小挫折的话 他就第一线站出来维护我们 然后就跟家属直接对应这样子 让我们有多一份安全感 面对病情变化 大多数的家属与病人 通常是心情沉重 正借据总是会正向的思考 鼓励他们 痛苦一天也要过一天 快乐一天也过一天 你痛苦的时候 你家人陪你也是很痛苦 让家属以及病人 都能够放心一点 放轻松一点 随着就业风气的转变 有越来越多的男性 加入护理师的行列 不仅在以女性为主的工作职场中 扮演调和的角色 也让护理照护更完善 午夜温馨的校园